来关心天气了 即使影像是在高雄的莲石坛 看起来这天空似乎有一点阴阴的 但其实现在慢慢外头阳光要慢慢透出来 在高雄的部分温度已经来到了30.1度 提醒大家今天东北季风慢慢增强 尤其下午开始会有感 至于在中南部其实相对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 所以高雄的部分今天温度都不排除会来到30 31度 所以中南部的观众朋友好好珍惜好天气 因为北部相对来说天气真的没有那么好 而通过微信徒就提醒大家 其实昨天开始就有一点点变天的感受了 昨天晚上开始就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前的 封面通过影响 其实各地的云量就逐渐的增多 山区的降雨几率也逐渐提高 而今天上半天封面通过 中部跟北部会先有一波的降雨出现 至于下半天会开始比较有感 因为东北季风开始影响 这降雨的区域就转移到了整个新竹以北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至于阴封面像是北海岸 以及宜兰一带还有花莲一带 可能都会有明显雨势的出现 所以提醒大家 现在可能有些人还正要出门上班上课 最好还是带伞备案 而透过亚洲雨图就提醒大家 其实明天仍旧是东北季风影响的环境 但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同样是在基隆 宜兰 花莲 都会有持续性的短暂震雨 至于台北桃园 云会比较多一点点 偶尔会有一些些飘雨 至于新竹以南还有台东 其实都是多云稻晴的状况 中南部就是要注意了 山区恐怕会有午后一些局部震雨 发生的可能性 至于气冷温的部分 也要提醒大家 这波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其实北部东半部 温度可能落在20到25度 低温大概20度 但是高温恐怕25度 但最低的高温恐怕可能也只有23度 跟昨天高温30度比起来 真的是降温有感 至于中南部影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 温度大概落在22 29度 所以有降雨的地方 降温就会比较明显 因为湿凉的感受 所以周末的活动安排 要注意这个降温又降雨的状况 而接下来还要注意的是台风的资讯 台风这个是三发台风 是在昨天下午 在礼拜三下午生成的 虽然它速度是非常缓慢 但幸好是预估会在南海一带 到中国近海逐渐减弱 距离我们其实蛮远的 对我们不会有直接性影响 只有间接性的影响 会带来一些云系的部分 中南部可能会阴阴的感受 像我们刚刚稍早看到的高雄即时影响 但基本上影响来说也不会太大 但现在影响比较大 恐怕还是东北风增强的关心 所以很多地方风真的已经开始出现 今天的强风特报提醒您 其实全台各地很多地方 都可能会有强震风的出现 整个嘉义以北 还有宜兰跟春半岛 沿海空旷处 都有可能会有九到十级的强震风 蓝宇 利宝 澎湖 整个金门 马祖 都是有可能九到十级强震风 另外台南花莲 台东的沿海空旷处 一样会有比较强的强震风 预估这强震风 但还是要注意了这空瓶威胁 至少今天上半天 还是顾民族群会非常有感 而最后要关心的 还是这个雨到底会怎么下 东北季风影响降温降陨 今天开始整个新竹以北 其实都感受蛮明显 新竹以北还有东半部 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且基隆跟东半部 局部雨势恐怕会比较大 至于苗栗 云就是会比较多一点点 会有一些零星震雨 台中以南平地就是比较多云稻情 但山区恐怕会有降雨的情形 至于明天同样跟今天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 还是东北季风影响 基隆宜兰花莲 这个雨恐怕会下得比较久 比较持续一点点 而台北桃园云是比较多 会有一些飘雨状况 至于南台湾同样是山区的降雨 至于在礼拜天开始 东北季风其实会减弱 水气虽然会慢慢变少 但是还是看看这个迎风面的部分 宜兰还有像是基隆北海岸 这个雨恐怕还是会持续下 中南部同样是晴道多云的好天气 而下礼拜一 其实东北季风就是继续减弱 整个东半部的迎风面 局部的阵雨还是会发生 像是宜兰花莲 这个雨恐怕会持续性比较大一些些 但是水气会慢慢的减少 西半部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所以要注意了 其实这几天天气变化蛮大 因为跟前两天相比 前两天都是比较晴朗 而且温度偏高 但从今天开始 就会降温降雨感 尤其是北台湾跟东台湾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要看北台湾的部分 北台湾可以感受到 跟昨天相比 真的是降温有感 因为今天的温度 大概只落在21到27度 昨天还是超过30度的高温 至于在中部的部分 中部今天多少也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越野车地方会有零星震雨 所以跟前两天相比 这个温度还是降了一点点 尤其低温 只剩下22度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东北季风 对于南台湾影响相对来说 是比较少一点点 南台湾温度落在26到30度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东台湾今天雨恐怕还是比较多的状况 尤其宜兰灯花莲 雨比较多导致温度也上不去 高温大概只有28度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感谢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